为了鼓励以及培养学生、老师、社区民众成为课语的新传师 花莲师公所特别开办了课语师资培训研习课程 为期三个月的内容,23号举办了结业试 市长魏嘉贤特别颁发了结业证书 也期免学员们都能够成为新传教师 为传承客家语言和文化尽一份心力 课语师资培训研习 从8月7号到10月23日只开课 聘请专业新传师资由淑美老师指导 这次共有13人参加 学员年龄从10岁到50岁都有 由于全县只有花莲师公所开办 课语师资培训研习课程 因此也不乏来自凤陵、玉里的民众专程来参加 希望借此课程来培训课语师资的能力 由淑美老师以活泼的方式教学 让学员可以从玩的当中学习课语 结业是每一位学员以打响板的方式 自信地展示出学习成果 更赢得卫市长的掌声 刘淑美老师说 许多学员从不会讲课语 到现在能够流利地说出课语 让他十分地感动 魏嘉贤市长表示 语言是文化的核心 期许花莲市民参加课语认证 成为发扬客家文化的种子 先从8月份开始上到现在 其实在8月份的时候 疫情还是温度还蛮高的 那大家还是能够遵守房地的规定 一起在我们8月4个空间来做一个学习 那学习完以后 真的也希望能够符合到客家 舞会的一个精神 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 客与老师实施的部分 那美老师是我们重要的 8年的新传师 那也希望大家有机会 你们都朝这个方向去迈进 因为单单一位两位三位新传师 绝对是不够的 一定要更多的新传师 让每一个学校 如果我们需要有老师在知道 比较边缘地区的 或者是有更多的课程都可以开出来 让每一位我们未来可以成为新传师的朋友们去指导 那这样可以让客与的发展可以更全面吸引 暂时谢谢我们老师 那也谢谢所有的我们志工伙伴 还有我们课程的学员们 再次祝福大家 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补演习快乐 花莲市工所仍然会积极落实 客语文化的永续传承 即客语文化向下扎根 促成客语的普及与生活化 让所有想要学习客语的民众都有机会学习 新闻的组织 新闻的组织 既然会议帮助 新闻的组织 記者凌结花莲市采访的老 好